李嘉欣是一名香港演员,因为娇好的容貌让许多的人对她的印象非常深刻。 港姐出身的她不仅十分漂亮,而且非常有气质,也是曾得到众多富豪的青睐,最后嫁给了许静亨。 两个人的生活过得是十分幸福,而李嘉欣病重住院的事情也是十分牵动别人的心。 据悉,那这次的病情有些严重,一度需要进ICU,这让人喜欢她的粉丝非常为她担忧。 这次李嘉欣病重的事情,其实是香港一些媒体传出来的。 港媒声称,李嘉欣的心跳突然到了160,与上次李嘉欣自己描述的一样。 据了解,李嘉欣从出生开始心脏就比普通人多长了一根血管,所以会直接导致心跳混乱。 常常心跳飙快,心跳过快,十分的危险,很可能会导致猝死。 李嘉欣的心跳都快是普通人的两倍了,由此可见真的是十分的凶险。 而之前李嘉欣透露过,在年初就有一次相同的情况,让李嘉欣感到非常的不舒服。 而李嘉欣的老公许静亨先找了医生看诊,再接着考虑住院的事情。 或许是因为这一次的描述,听起来十分可怕。 再加上一些媒体的报道,让大家更加关心起了李嘉欣的身体状况。 而且还有媒体拍到许静亨表情非常严肃,似乎心中有事。 这是因为其他的原因,还是因为李嘉欣的病情,也是让许多人都非常的担心。 但是消息被传出来一段时间,李嘉欣和许静亨对此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。 这让许多网友都坐不住,纷纷跑到李嘉欣的评论底下,问起关于他身体的情况。 很多粉丝对此都非常的担心,他们也希望李嘉欣能够出来,说一下真实的情况,让其他的粉丝安心。 或许是听到了粉丝们的呼声,李嘉欣在8月9号终于回应了这件事情。 在8月9号,李嘉欣晒出了自己的生活,视频中的他十分的悠闲,而且笑容满面,穿着十分宽松的运动装,正在草地上遛狗,看起来状态不错,丝毫没有传闻中病重的样子,而且看起来十分健康。 而且遛狗也需要平稳地呼吸,因为要追着狗狗跑跳,所以李嘉欣并不是像爆料的那样心跳紊乱,呼吸困难。 李嘉欣是典型的老天爷赏饭吃,从小美到大,不过他的童年生活并不算无忧无虑。 那1970年,李嘉欣出生在香港的一个普通家庭,父亲是在香港长大的葡萄牙人,母亲是上海人,是个无可挑剔的大美人。 想来李嘉欣应该是遗传了母亲。 母亲对两个女儿很严厉,希望她们长大以后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摆脱生活困境。 李嘉欣三岁的时候因为外表可爱漂亮,被星探发现,邀请她拍摄了一支广告。 这对于她们拮据的家庭似乎是很好的出路。 但是李嘉欣的母亲却没有这样做。 她希望李嘉欣能和普通女孩一样,快快乐乐地成长,有完整地学习生活,将来有更多的选择。 在如此艰苦当中,李嘉欣的母亲仍然很重视两个女儿的教育。 她也拼命地挣钱,送女儿们去最好的中学玛丽诺中学读书。 在这里,李嘉欣与关之林、梁永奇等明日之星成为了校友。 在学校期间,李嘉欣明白母亲的付出和不容易,所以一直好好读书,保持良好的学习成绩。 她当时的梦想是一当名空姐。 一直到1982年,还在上学的李嘉欣再一次被星探发现,她拍摄了人生中的第二支广告。 14岁的时候,家里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,李嘉欣不得不通过勤工俭学来补贴家用。 她利用自己的外貌优势,成了一名业余的广告模特。 1988年,18岁的李嘉欣亭亭欲力,走在路上都惹人频频回头,五官精致,脸型完美。 鼻梁高挺,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,加之它是中浮混血, 眉血间也有一些抑郁风情,温婉大气又不是温婉可人。 千生励志难自弃,李嘉欣迎来了人生的重要机遇。 家人和朋友觉得她应该去参加港节选拔,如此初衷的样貌和气质肯定能够一举多魁。 在这样的鼓励下,李嘉欣跃跃欲试,报名了香港小姐的选美比赛。 不出所料,有着多年模特经验的李嘉欣,凭借着老天爷赏饭吃的美貌和大方的气质, 当选为当年的香港小姐冠军。 娱乐大亨韶艺夫亲自为她颁奖送花。 在这次选美大赛成功之后,李嘉欣趁热打铁, 自信满满地参加了TVB举办的国际华裔小姐比赛, 又一举拿下了冠军和最上竞奖。 鲜花和称赞如潮水般涌来, 李嘉欣的名字瞬间响彻香港。 次年,19岁的李嘉欣正式踏入娱乐圈, 参与了电视剧《花月佳琪》的拍摄。 之前只做过模特的李嘉欣, 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演技培训和表演指导, 所以初次演戏有些生疏。 但是因为他超高的颜值很容易让观众忽略他的演技。 在这之后,花瓶和木头美人的称号跟随了他很久, 但是李嘉欣对此并不是很在意。 很快李嘉欣就有了和张国荣、王祖贤的合作机会。 李嘉欣的第一部电影作品是《窃女幽魂2》, 在其中饰演傅月池,成就了一部经典。 出道极巅峰,能为这样的大咖人物同台演戏, 让李嘉欣名声大噪。 接下来,李嘉欣更是星途璀璨。 1992年,李嘉欣出演了电影《笑傲江湖》之《东方不败》, 在其中饰演性格鲜明的《月灵山》。 众所周知,这部电影的男女主分别是李简洁和林青霞。 一经上映,这部电影一炮而红,成为了筷智人口的经典佳作。 李嘉欣在里面的出色表演也成为他的荧幕经典之一。 随后,水涨船高,资源好的一塌糊涂。 李嘉欣邀约不断,各大导演都希望这个美人能够进到自己的作品, 增添一抹亮丽的风景。 李嘉欣逐步登上了演艺世界的高峰, 与更多的偶像明星搭戏,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时代美人。 1992年,李嘉欣与刘德华、邱淑珍、王祖贤合作, 参演《堵城大亨2》。 1993年,与李连杰、萧芳芳、赵文卓合作。 主演古装动作片《方世玉》饰演雷老虎的女儿婷婷。 1994年,李嘉欣与刘德华、郑少秋、刘家辉等影帝同屏, 参演了刘家梁指导的《最全3》。 饰演的三公主沈玉直到今天仍是《香港美人》的代名词。 1995年,著名导演王家卫看中了气质冷艳的李嘉欣, 邀请他参演了电影《堕落天使》。 因为这部电影,黎明和李嘉欣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, 狼残女貌十分戏精养眼。 这部电影之后,大红大紫的李嘉欣却没有将重心放在演艺事业上的打拼, 而是被感情束缚住了手脚。 见到李嘉欣现在的样子,也是让人们放下了心。 纷纷为李嘉欣高兴了起来,并且也祝福李嘉欣的身体健康。 其实,李嘉欣如果出现身体上的问题,一定会得到好的治疗。 因为,许家华竟是豪门,还是非常有实力的。 当然,也有网友表示,就算是经济宽裕,有些身体上的不适,也不容易解决。 祝福李嘉欣一定要保住好身体。 但是李嘉欣现在身体看起来非常不错,儿媳心态很好,甚至还会出去遛狗运动。 由此可见,她的身体应该是无大碍的。 如果有的话,也会得到很好的调理。 而且李嘉欣和老公的关系十分不错,夫妻恩爱, 而心情对于身体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。 李嘉欣心态非常愉悦,所以非常健康。 李嘉欣心态非常愉悦。